本节目主持及嘉宾内容 与本台立场无关 有人认为 发梦是灵魂离开身体 去看这个世界 又有人认为 发梦是看着平衡时空的另一个自己 更有人认为 发梦是预知未来将会发生的事 你们的梦又代表些什么呢 梦倒梦遗坦 一一都可以帮你解答 你来了啦 傻猪 我来了 在哪呢 你见不到我 因为你是在虚拟的Zoom 后面看到你有男人很忙 然后看到你有风扇 有些交伤 对啊有些交伤 搞什么呀你 听得清不清楚 很清楚 我知道你为我们添置了一个麦克服 我很爱你 对啊 很担心 没有问题 声感女偏剧王荣萧 你这些朋友在看什么呢 你好 先下转一下我 下转一下你就是在家旁边 不是旁边就是不能出街了 臭女孩 五岁就已经写一个儿童剧本 没有没有 受你的真传 去到这些位置就会说他辞我老公了 哈哈哈哈 那王荣萧 我刚才暗暗地介绍了你那个舞台剧 丰富的编剧经验 你那些家族的破地獄的体验 是 我几一生都被你说出来 对啊你人生都被我说了 那到你说了 我已经交了麦克服给你 那你说一下 因为我认知你动物传心 为什么呢 我有几个客人 他说 其实我已经问了王荣萨 那我说 不是我 是你来的 是你来的 我们已经查过了 我们拿了你那张裸照 查过了 是你来的 你放心吧 那我说梦到梦来看 我有节目 我当然是找他来说动物传心 其实我们上次做了一集 那个访问嘉宾就是龙蜜雪 因为他不见那只猫 那又跟他分享一下 那又想看看你的动物传心 在哪里学回来的 你的体验又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我分两个部分 首先我家里没有事没有干 我自己有两只猫 第一 就是他们还在生的时候 因为我两年前为兴趣 就去了跟阿周学动物传心的一个老师 因为梁祖堯有只狗跑失了之后 去找阿周 是真实的形容到那只狗见到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觉得不如为兴趣去跟他 看看是什么一回事 所以两年前我跟他去上升 上升的课程 就是和他去体验一下 学习是一件什么事 同学也会互相交换 做案件 做案件 我也很... 因为我家里都是零媒 為什麼你們不問米,還是找貓找狗,不用學動物全心 其實我很怕去幫人做這些通靈,因為我半桶水 可能我的靈媒特質只殘留了0.2 夠用就可以了 所以我上課的時候,他會教你入動物王國 看到什麼動物,我記得我的體驗是激死老師的 我進入動物王國的時候,他就說你看看,你應該看到動物 我看這個草原這麼熟口面,然後說真的有動物,跑過來 然後我看到一堆恐龍跑過來 其實我就知道我入錯了,我應該記起了 柱羅紀的某一個場景,就是他們在草地上 奔跑? 對,有些人在玻璃球裡面滾的時候,一堆恐龍追著他們 你去錯時空而已,是嗎? 對,可能我去得太遠了 所以有些趣事,就是我硬進入的時候 我當我太想進入的時候,我會有時候進入的不對 往往就是,我是進入錯 好吧,我脫完,我問到就問 我問不到,我什麼都看不到 是 所以我那次去學的時候 譬如說有些同學拿張照片過來 他給我看,那隻是狗來的 他就說,不如你幫我看看這隻狗有什麼不舒服 我幫牠一看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我自己的胃很脹 而且我很想反應,很想呃 因為我一向都有一點胃會不舒服 經歷了恐龍跑,我就不太確定 然後我就說,這隻狗很不舒服 我感覺到牠想吐 然後那位同學就說 其實這隻狗現在是不肯吃東西 而且是要偶爾餵 是要我們自觀 所以你是對的 牠現在很沒有胃口 因為牠是一個癌症的末期 所以這隻狗又讓我感受到 另外,因為每個動物傳心的人 牠接收的東西都不同 有些人是接收到印象的 即是看到一幕幕的印象 是的,影像 我會聽到那隻動物怎麼說話 有個朋友有隻貓 我看了牠的照片之後 我就跟牠聯絡 我聽到那隻貓很爛口 那隻貓很爛口 我就叫牠不好意思 然後牠就說 我真的被牠嚇死了 哇,那隻貓很爛口 然後我是可以跟牠對話 你有什麼要跟牠說 那牠又會 不知道在做什麼 其實我沒有什麼 不過是牠很緊張 牠想怎樣就怎樣 我沒有所謂 很人性化 你接觸那些也很人性化 是的 後來我問主人 主人也說 難怪我對牠欠恩勤 牠還覺得我很煩 原來其實牠沒有什麼所謂 那隻貓主 就覺得 我是否對牠不夠好 其實牠跟牠的動物的關係 就是動物其實沒有什麼所謂 但牠不停在煩牠 動物還覺得牠很煩 那牠又說是意有吻合 哦 但是動物全心 但是動物全心 你繼續 對不起 你繼續讀上去 讀到延期一定有東西吸引你 你現在不是只讀一個課程 你讀完初階一路讀上去 因為牠再進階再進階 我未讀到 牠就可以跟離世的動物聊天 哦 所以我對那部分是很有興趣 所以我就跟著去 但是後來 因為我覺得我是 以後好像可以接觸到 譬如說 中間也有試過碰壁 譬如說我這麼喜歡說話 或者我聽到語言 但是我也碰過壁 就是我看另外一個朋友 我們有交換個案子看 看另外一個朋友的貓 就問牠最喜歡睡的地方在哪裡 我明明就是看到一個大的圓形 以及中間有個黑色的圓形 就是你幻想是一個這樣的圓形 然後中間有個黑色的圓形 我就覺得 難道是一個枯筍? 那些貓只能睡得是枯筍 或者是枕頭 白色的枕頭 我就自己批評了白色的枕頭 然後那個主人是說不對 他不是喜歡睡白色枕頭 然後後來原來他喜歡睡的是星盤 洗手盤 所以就是一個白色的枕頭 中間有一點 但是我去 這裡就是要學習 就是你收到那個圓形 但是其實 就是要去給他定義 對嗎 對 我就用我的意會 去給他定義 其實是錯了 但其實我只會說 是一個白色圓形的東西 中間有一個洞 可能主人自己就會知道 對 對 對 不是 我今天很好笑 我今天預備了一張 往後要分享的照片 其實就是何丙順 這隻貓都很喜歡睡星盤 對 對 白色加白色 都不知道他睡了 剛剛想開水喉 然後什麼都叫 哈哈 你也有很多體驗 你自己也喜歡做動物傳心 是不是 是 但是因為我本身 一時有一時沒有 但是 譬如說有些朋友真的不見了一隻狗 那都會 不如大家幫忙看吧 但是通常都沒有回音 就是我們幫忙看完 畫了一張畫給他 那他就 可能找到 可能找不到 那最 譬如說我自己 兩隻貓病的時候 我都不自己看 我都不自己看 就是我都 我都找老師幫我看 因為我跟他 太大的聯繫 就是這樣 還有我自己 當日學的時候 都會幫自己這隻貓看 你都說 不如你跟他看看 那 有一條問題 就是問他最喜歡睡哪裏 我一直都以為 我的炮叔 是喜歡睡在 我的衣櫃的一個位置 我經常都想著 我一定看到那裏 我經常看到他 但是當我放鬆了 真是 進入炮叔的世界 那個形象是 他的主觀鏡頭 跳上我的身上 我當時是 看到我的腰 我是睡在 一個梳化的地方 他就很喜歡 捲在我的肚子裡睡 原來他最喜歡的地方 最喜歡的地方就是 最喜歡的地方就是 你的肚子 我不會知道 因為我通常在睡 原來他的最喜歡的地方 和我認知的不同 所以這些有趣 這是挺好的發掘 你有沒有把你的家族破地獄的功力 你會不會加進去做 可以做多深一陣 譬如在你的全心世界裏面 阿菇有朋友過身 他知道我學過 我跟他說 我不是切切得的 我越專心想做 阿菇你要告訴別人 我怕我的節目的朋友 那個是何韻詩 阿菇是何韻詩 然後呢 他的貓十八歲 過了身 他是很長時間的朋友 他就很想知道他現在怎樣 當時我正在走超級市場 我就說 我硬打坐 做儀式進去 我未必找到他 因為我是有點短路 我會這樣 我幫你感受一下 誰知道很快 我就 我就 進去 我一路走超級市場的時候 我一看到 他已經是一個金色的波波 金色的一球 不是一隻貓 而是一隻金色一球 而且他跟很多大大小小的白色的波波 在一起 然後我就 咦?他在哪裡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不好意思 阿菇 你 然後他就說 我聽到他說話 是甚麼事 他說 你在做甚麼 我說我們正在開會 那好吧 我等你 然後他就說 你甚麼時候回家 他有些掛心 然後他就說 咦?我現在 我要先去這個地方報道 我有任務 然後他就說 我想我報道完 我可能會回去 但我不知道會去哪裡 然後我就 如實報告給當時人聽 他就說 哎呀!我其實已經送了他去善終的地方 可能那裡 就有很多動物仔的靈魂 但他呈現給我看 就是很多大大小小的不同的波波 白色的波波 但是阿基 那隻貓是金色的 因為他經常跟他種驚 那隻貓之所以有不同 就是他經常聽驚 於是他就有任務 他就走了 嗯 那好像他另外再問人 就說其實他接到的任務 就是去幫其他動物 是的 哦 就是 那也會這樣 那也不錯 譬如何韻詩聽完 阿菇聽完 有沒有釋懷 還是怎樣 因為我經常覺得 做一些離世動物 我自己也有接個案子做的 我其實是經常叫一些人 就是有些人找我 他走了 通常走了幾年 那些我其實也想叫他不要做 就是我自己 是 因為我經常覺得 現在已經不是你跟他溝通 是你要放下他 就是我自己有個主觀的想法 是的 但是有時候有些人 我發覺原來他卡在那裡很久 就是他沒有辦法忘記 可能那隻寵物和他的一個關係 就算現在又好像對其他 如果你家裡有其他動物 你又經常覺得他最好 又對其他不好 如果那些我就會很努力跟他做 嗯 嗯 因為我都試過有一個 很多年前 我走到戲院看電影的時候 黑黑黑的中了進去 我加個位 有個女生就說 請問你是否黃詠詩 我說 是的 我有看你破地獄 謝謝 謝謝 然後她想了一想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狗 我這樣說 因為我的朋友說看到他那一身 但是我的朋友說他還在我身邊 你有沒有看到他 噢 然後他就在黑暗當中 很黑 他碰一碰我 我就馬上 很快半秒都問 你有沒有叫他的名字 你有沒有經常叫他的名字 有啊 我很想念他 所以我經常叫他的名字 你不要叫了 因為我想問他生前是否不能走 對呀 他病了很久 我說因為他過身後 他又可以跑 他很開心到處跑 但是他每次聽到你叫他 他又回來 所以他走不到 那你不如嘗試不要叫他 讓他自然地去繼續他的旅程 他就說 好啊 但是那一刻我是快到 你想想我進戲院 坐下 快要開場 總之開場前 那個充電之前 那二十秒發生的事是很快的 其實這件事可能 有時候 亂來 不是亂來的 即是突然間那一刻接通了 就不用說真的 要做那些準備好 又要睡覺 又要叫他 不用那些步驟 因為主人很欲望 而我那一刻也是很放鬆 因為主人想著沒有什麼做 想著來看電影的狀態 那他一碰我的時候 我拍一聲就進去了 是明白 這個體驗也很深刻 但是我覺得你這個分享很好 因為有時候很難跟別人表達那種 因為我有一個位置 可能因為他找到我 他知道我會做個案 有一個權威的位置去聽 但是他一定要理解 我不是要他不舒服 或者不讓他掛念 他離開了的貓貓狗狗 兔仔 但是他要知道 他這樣在障礙他 動物向前走 對我來說 你找到他 你愛他 你一定要學習放他走 你剛才說 其實是鼓勵他放他走 你可以永遠去掛念他 我試過有主人很誇張 當然骨灰放在家裡 第二 就是把他生前所有東西 不捨得丟 那些東西都破壞了 但是你怎樣洗都會有一股鎚 可能因為已經有太多貓 那些玩具 變得那股鎚很濃 但是你對你的人本身 現在這樣的情況 已經對你家人 媽媽那些都不好 第二 他也是不走 看到貓腳印 直接看到貓腳印 家裡沒有貓 不走到這樣 我說其實對你家也不好 對他也不好 真的 你剛才那個 希望在聽的人知道 其實可能你很疼他 譬如有些主人會問我 孟尼坦 你和我看完 你可不可以叫他 我試過有個客人說 你可不可以叫他自己唸經 繼續修行 或者是可不可以做人 其實我說這些不是他話事 其實很多時候 不是他話事 如果你要他滿足你 你沒有想到他感受 你只是想他 用你喜歡的方法繼續去 那他已經沒有了肉身 可能他的運作 根本就不是這樣 還有動物不是這樣看時間 我們覺得生死這些東西 是人的想法 動物其實是沒有死亡的 動物的世界裡 他會覺得 譬如說我兩隻貓相繼離世 我弟弟先走了 我長大那隻會覺得 為什麼不見了他 但是突然之間 其實他又沒有事 其實他沒有事得很快 但是你永遠不知道 其實他看到什麼 譬如說我小弟子先走了 首先是我媽媽聽到他家裡有貓叫 但是媽媽家裡是沒有貓的 沒有貓的 我們是分開住的 但是他會聽到有貓叫 然後他就說很清楚聽到有貓叫 然後他出廳看到一個位置 就是沒有可能我們人是能達到有貓抓痕 嘩 很厲害 對 這個真的是很厲害 而我妹妹是 因為那裡是掛了一幅 我妹妹很掛著我小的那隻 畫了她的油畫 畫到很遲 所以她就告訴她 她收到了 而我知道 其實弟弟先走了兩年 當阿豹哥都走的時候 其實弟弟先等著她 才一起走 就是弟弟很疼阿哥 所以其實這兩年 可能他不停 我聽到他 就是我會聽弟弟先走了之後 多時 他就知道 你會聽到 謝謝你 要不要緊 我會聽到 全部人 你會聽到 對小小小的 母親 把小小的 壓力 好 我也會聽到 我喜歡